在機場去香格里拉酒店 才不過十分鐘的路程 莫小儀開了半小時 嘩,我為什麼覺得你瘦了 是不是掛著我掛到茶飯不思 莫小儀就看著陳婉營問 嘖,你對其他女孩子 是不是都是這樣說的 陳婉營反了個白眼 莫小儀的手握著擋桿 陳婉營的手握著莫小儀的手 兩個人黏在一起 搞到後面跟蹤的宇田愛鬧到什麼 小姐,我們要招過去吧 這邊車太慢了 的士司機問宇田愛 不用,就這樣跟 講完,宇田愛遞了一張一百元的大鈔 是美金 司機不再廢話 要做什麼就做什麼 在泰國,除了人仔 最硬的就是美刀 莫小儀笑了笑就說 哈哈,沒有啊 只是對你這樣 對了,你真的沒有什麼感覺嗎 真的沒有啊 其實我覺得這次來泰國 就是多次一句 不過幸好這兩天 我都沒有什麼重要的事 都是來到家 這輛車是不是租的? 是啊 考慮到可能要去叢林裡 走比較難走的路 這輛越野車還不錯吧 那我們自駕遊好嗎 哇,你都知道了 香港啊 豆潤這麼小地方 想自駕遊都轉不開 我也想過去內地自駕遊 以後你可以隨時去 我在唐州等你 到時候你想去哪裡 我都陪你去 不過我們來這裡的目的 就是要解足降頭去 所以這件事辦完再講 好不好啊 你說試啊 莫少儀開車回了酒店 她去了停車 而陳婉營去辦理入住手續 等到莫少儀進了酒店之後 發現陳婉營已經在這裡等她 而且身邊還站著一個酒店服務員 咦,我已經開好房了 你為什麼又訂了房子呢 莫少儀細聲地問 你可能沒有來過這裡 我對這裡很熟的 而且每一次來 我都要住同一間房 陳婉營就說了 咦,你還在機場嗎 不算吧 經常覺得在一個熟悉的環境 比較有安全感 陳婉營牽著莫少儀的手 進了電梯 電梯直接到達十一層豪華角套房 小姐,你的房子到了 這是你的行李 祝你入住愉快 服務員把陳婉營的行李送到房間 然後用英文問候 陳婉營雙手合拾 並且給了對方小費 服務員把門關上的那一剎那 陳婉營就把手裡的包 扔在沙發那裡 腳上的高跟鞋 被她踢到東一隻,西一隻 馬上就衝過去在窗裡 看著風景的莫少儀 莫少儀張開手臂 摺著了非不而來的陳婉營 她的雙臂強而有力地 抱著莫少儀的頸 而那對細長結實的腳 剛好就把莫少儀 一眼就夾住了 整個人就掛在莫少儀的身上 你這個壞人啊 真是壞死了 還有一個人扔在香港不理 你知道我有多掛著你嗎 真是壞人來的 陳婉營的臉貼著莫少儀 兩個人就這樣以笨思磨 苟前不清 哼,我知道 所以我才叫你過來 我覺得這裡不是最好的地方 我們換個地方好不好 莫少儀看了我屋裡面 向陳婉營打了個顏色 哼 那個眼神包含著的味道 令陳婉營的心 瞬間就啪著了 一蹲低頭 將自己的香唇 吸在莫少儀的嘴上 寬大的床鋪 整潔的皮肉 莫少儀和陳婉營兩個 就這樣一起睡在大床上 但莫少儀猛然想起 在曼谷被人監聽的事 疼了一口陳婉營就說了 嘖 寶寶,等等 我先找找 這裡有沒有不該有的東西 蛤,什麼 陳婉營的情緒正在不斷地高漲 這個時候停下來真是要命 但是為了安全 這樣也是不得意的 萬一陳大律師的驗照 出現在香港那些無良的周刊上 陳婉營會生氣自己的 因為這種可能不是沒有的 不是因為其他 就因為剛剛陳婉營的一句話 她每次來清邁都會住同一間酒店 這樣就會被人很大的空子 嘖 莫少儀做了個禁聲的動作 開始在最有可能的位置找起來 並且利用白鹿教給自己的方式 逐一去實踐 你在這裡找些什麼 陳婉營忍不住就問 哦,沒什麼 只是確保我們的動作器 不會被人發現 更加不會被人登上報紙 莫少儀一路說一路脫衣 一會兒 已經露出堅實的肌肉 而且剛剛還在這裡觀賞的陳婉營 成為了下一個受害者 一身高檔的群莊 被莫少儀撕到爛了 莫少儀的舌 不停地輕舔著她的耳根 包括陳婉營 好像垂眼玉滴 玉一樣晶瑩晶透的耳水 僅僅是一會兒 她就覺得 心底那裡慢慢就升騰起一股火 湧了上來 在整身上下快速地游走了幾圈 不停地刺激著她每一串敏感的肌膚 以及她的感官意識 莫少儀抱著她 一下就把她翻過來 火熱地看著她的眼 突然用牙咬著她的耳水 輕敏著吸韻著 她立刻叫她一會兒 幾乎整個人都嘆了 陳婉營在莫少儀的懷抱裡掙扎 好像要爭脫她的束縛一樣 但就是這樣掙扎這種束縛的時候 她卻自然而然地敗落震禮 這個不是莫少儀的強制有多厲害 而是因為她根本就不想離開這個瘟疫的環境 做什麼不行啊 莫少儀就調笑了 陳婉營半眉半抹眼 看著這個男人半邊的臉小聲地說 要渣男啊 在下面 雨田愛望了望周圍 沒有人注意到自己 居然也很大膽地入住了這間酒店 她的目的是白鹿 既然莫少儀和另外一個女人在一起 那就給了她千載難逢的機會了 她可以一個一個殺了她們 而不需要擔心她們會聯手 雨田愛現在才不怕和白鹿震到震槍地打 而是怕莫少儀那些邪門歪道的本事 尤其是她親眼看到自己的一個手下 和那個叫做阿剛的 被一些蟲在身體內部破體而出 她現在還不知道那些是什麼來的 這種惡心和懼怕 她是來自內心 這一次 可尤其要避開和莫少儀的正面交鋒 今集就到這裡結束了 大家聽了這麼久 你最喜歡的影片 歡迎你收聽 由喜馬拉 但就在莫少儀和陳婉瑩在關鍵的時刻 她的手機拼命地震了起來 莫少儀一直挺著身 一邊拿著手機看了看 咦 是白鹿打過來的 莫少儀想都沒想就吸了 和一個人在擊戰的時候 和另外一個女人打電話 那不是作死嗎 事實證明 不接這個電話才是真的作死 白鹿倒是沒有再打電話過來 只是發了一條短信 雨田愛來了 唉呀 這一下真的嚇到莫少 整個人差點縮了 她是調動了很多的情緒 才重新緩發了青春 所以她總結了一個血的教訓 那就是做這種事的時候 千萬不要把手機放在手邊 最好就是關掉她 否則一個電話很有可能會為了你一生的幸福 做甚麼 陳婉營喘著氣地問 唉 你 你說呢 行不行 你感覺不到嗎 莫少儀加大了力度 房裡再次傳來了攝人心拍的聲音 終於結束了 莫少儀拿起電話去了客廳 而陳婉營就去了洗澡了 莫少儀去林浴那裡看了看 隔著一道玻璃門 見到陳婉營萬妙的身體 在花灑下面接受清水的洗禮 放心地回到客廳 喂 是我 你說的是真的嗎 莫少儀打了給白鹿就問了 你剛才點甚麼電話 如果剛才情況 我可能就死了 接下來就是連你也沒命 莫少儀 是不是男人 在乎下半身那些事 你不要命了 白鹿就在那邊罵了 喂喂喂喂 唉呀 你為何這麼大反應 是因為雨田愛來了 還是因為陳婉營來了 莫少儀無心無肺地在那裡調笑 嘩 莫少儀 你自己當回事了 我告訴你 雨田愛的伯伯來了 我只是看到他在那裡 我們還是不知道 你小心點 白鹿說完就吸了電話 莫少儀笑了笑 把手機丟在沙發那裡 然後就向著洗手間走過去 打開玻璃門 鬥到武器外面 撩擾的武器撲面而來 陳婉營瞄了眼莫少儀 靈轉身 留下了一個萬秒的背影給他 他拿起不鏽鋼架上邊的毛巾 濕了水 好認真地幫陳婉營揪背 那裡因為自己的手重 幾度明顯的勒行 觸目驚心 和周圍白智的肌膚格格不入 莫少儀也覺得自己有時候興奮起來 落手真的沒有輕重 抬著他的手放在他的肩膀 輕輕地用了下力 但陳婉營揮錯了他的意思 居然主動地患大腰 雙手扶著玻璃面 整個屁股跌到高一高 而且轉眼看著莫少儀 偶忍的味道抑於炎表 莫少儀再也沒有心思 和他抹背 雙手捏著他的腰 就上去了 無論莫少儀怎樣勸說 陳婉營始終都不願意去餐廳 和白鹿一起吃飯 唉 我知道你心高氣傲 看不上去 但你不去的話 又不是益了他嗎 莫少儀就激將了 什麼意思 我和他有生意要談 所以必須要去 你如果不去的話 那就只能夠是我一個人陪他吃飯了 你一個人在房間裡 辜負寧丁多麼可憐 你去了是給他面 不去是給他機會 莫少儀一路說 一路在那兒眨眼 望到陳婉營心裡痕痕的 嘟起嘴好生氣的拿起抱枕 扔了去莫少儀那裡 莫少儀一夜接住 笑了笑放在原地 緊緊穿著吊帶的陳婉營 起身入屋去換衣 莫少儀好可愛的點了煙 看著外邊漸漸暗下來的天 以及燈火吹灑的城市夜景 在想著 雨田愛為什麼會追到這裡 如果不是自己手機被監聽 那就是去查到自己護照的信息 但是這一次出來的時候 為了隱藏痕跡和方便 莫少儀用的護照是英康寧提供的 除了張照片是自己的 其他的都跟自己無關 白鹿作為一個執行特殊任務的人 更加不可能用自己的護照 可以想像他的假護照應該比自己更加多 雨田愛一點都沒有偏差地追到這裡 還住了入這間酒店 那就是說明了一個問題 那就是雨田愛的情報能力不一般 這件事要提醒一下白鹿才行 嘩 真是不可以不說 女人想打扮自己 可以使出十個男人都想像不到的方法 在接陳婉營的時候 莫少儀並沒有發現他的行李裡面有這麼多東西 但居然還包括了一件藍色的晚禮服 呃 陳大律師 我們是去吃飯 不是參加特別隆重的晚宴 這次是一次很重要的飯局 反正這裡有四小時裡面吃的 還有什麼都可以 唉 好 走吧 莫少儀無奈地說 他現在開始後悔答應和白鹿一起來這裡 他們的交鋒早就在香港的時候開始了 只不過那一次陳婉營是最後的贏家 而那一次他也都認為自己是唯一的贏家 在直達的電梯裡面 莫少儀上下左右地在這裡看來看去 你在那裡找 哦 沒什麼 看看有沒有監控 我發覺你對這件事很敏感 你是不是做到什麼壞事被人偷拍 哦 默小儀看了看 看了看 確實沒有監控之類的事 一隻手就伸向陳婉營的屁股 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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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下 搞到莫少儀的嘴都可以吞進一隻雞蛋 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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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而且這一次絕對不是自己的主意 陳婉營臉紅紅地說 一種小秘密被人發現之後的修劫 莫小魚沒有出聲 但就點了點頭 去都猜不到陳婉營竟然會這麼大膽 陳婉營看著莫小魚 眼裡反著濃濃的春潮 不然就快遲到莫小魚真的很想拖回房再操練一次 一定要注意不可以抑掉其他臭小子 莫小魚就警告陳婉營笑騎騎喚起莫小魚的手臂 她的神態雖然有點嬌修 但那女兒就不像第一次那麼緊張 相反鬥志昂揚 看下去精神換發 一進餐廳 立即就成為了所有人目光的焦點 今集就到這裡結束了 但都這麼久 你最喜歡 歡迎你收聽 遊戲 可以說 陳婉營和莫小魚 是一直享受著餐廳裡的注目禮走到座位 但這一切對白鹿來說都少了 她連站都沒有站起來 翹著腳坐在座上 庚仔在杯裏不停地攪動 那麼你在這裡? 白鹿沒有理陳婉營 而是望著莫小魚就問 無所謂 應該來的始終都會來的 不應該來的永遠都不會出現 陳婉營望著望莫小魚 又望著望白鹿就問 白鹿有些不動聲色地 開始挑撥莫小魚和陳婉營之間的關係 陳婉營望向莫小魚 本來是想聽她一個解釋 但想不到當她望向莫小魚的時候 發現這個人居然已經為自己 做好了西餐前的一切準備 不單是刀叉擺放整齊 而且結白的胸筋也已經帶好了 這個時候 服務員已經把餐品拿上來了 唉 如果你聽她的話 今晚的飯就不用吃了 接下來還會有更加聳人聽聞的故事 如果你想聽 等一陣回房 我好好地跟你聊 莫小魚就說 本來以為莫小魚會反擊 說是白鹿的問題 或者極力為自己辯解 無論是哪種 白鹿都贏了 但是莫小魚的表現 令白鹿的實話顯得很死蠢 都是莫小魚的自信和幽默 令到陳婉營更加安心了下來 你以為這樣就沒事了 我說的都是真的 如果你不將它當回事 你會付出代價的 白鹿低頭 看著莫小魚 咬牙齒齒地說 我知道 但是我更加想知道 他是怎樣知道我們來清邁的 又怎會知道我們住在這裏 你可不可以給個解釋 來這裏之前 你都說了給誰知道 莫小魚切開了一塊牛肉 用叉捉起來 舉到嘴邊就說 白鹿一下就疾住了 在來這裏之前 自己只是向局裡匯報過 難道自己的行蹤 是在局裡暴露出去 那不可能 如果真的這樣 那就真的太可怕了 這個不單單是自己行動的問題 那就很有可能涉及到國安內部 有國外敵對勢力的現署在裏 另外 今晚不再住這裏 等一會就走 在城市裏 我們不知道對方來了多少人 除了一個羽田愛之外 還有誰 所以敵再暗 我們在明一點都沒有把握 既然是這樣 那就去一個大家都不熟悉的地方 我們要牽著敵人的鼻子走 而不是被人牽著鼻子走 今晚就走 你想好去哪裏 他身上的降頭有可能今晚就發作 但是降頭師都還未找到 不等了 我們直接去降頭師的家裡等 我的聯繫人就快到了 莫小魚看了看手錶就說了 我們今晚就要去羽林嗎 陳婉營很興奮地問 嗯 今晚就走 確實是有人在這裏追殺我們 不過有我在這裏 沒有人可以傷害你的 三個人知道 說不定這個時候的羽田愛 正在這裏通過酒店內部的監控網絡 看著他們 所以三個人都表現得很自然 陳婉營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 在白鹿的面前也不好意思問 因為這樣就顯得自己沒有白鹿那麼懂事 而她要給白鹿的印象 就是其實我什麼都知道 莫小魚都告訴我 雖然有點自欺欺忍 但是在白鹿的面前 面是最重要的 吃完飯之後 三個人開了咖啡酒店喝了杯咖啡 然後才在大堂裡面分手 各自回房準備出發 上樓之前約好時間 十分鐘之後在停車場會合 不可以早也不可以遲 總之一句話 就是被羽田愛一個措手不及 究竟什麼回事 你給個解釋我 剛剛才跟白鹿分手 進了電梯 陳婉營就迫不及待地 迫問莫小魚到底是什麼回事 唉 現在來不及了 在路上慢慢跟你說 行 一會兒如果你解釋得我不滿意的話 你等著來 看看我怎麼收拾你 哼 出了電梯 腳踩行天高的陳婉營 走得比莫小魚還要快 可以回去換衣服 還要收拾東西 所以很急 而且陳婉營和莫小魚都感覺不到 陳婉營的情緒正在發生變化 莫小魚沒有注意到 是因為她正在想怎樣走 而陳婉營是因為極力克制自己的憤怒情緒 在吃飯之前 她的內心裡 就已經有一種奇奇怪怪的思維 令到她覺得自己好像變了一個人 包括真空穿著禮服她的白鹿 咦 你做什麼 沒事吧 莫小魚推門進來 見到陳婉營坐在床邊發呆鬥就問 沒什麼 走得了嗎 陳婉營勉強笑了笑 莫小魚想說什麼的時候 她的手機響了 是陳婉甲打過來的 飛機晚點 還未在曼谷起飛 可能要等到下半夜才起飛 也有可能會取消航班 那就只能夠等到明天了 唉 莫小魚真的生氣 哇 但是現在說什麼都遲了 只能夠叫這傢伙 去她叔叔的家地址那裡 和路線圖發給自己 莫刻前往 不用一會 手機顯示 接受到圖片和位置信息 唉 好了 走吧 時間到了 莫小魚放好手機 滴起她的行李 拖著陳婉營出門 但她沒有注意到這個時候的陳婉營 已經在用最後的意志力和降頭作著鬥爭了 換句話說 莫小魚這個時候拖著走路的 就是一句行屍走肉 她的眼睛已經開始發紅 但在燈光下仔細地辨別 還是可以見得到的 出了酒店之後 就再都難發現了 三個人以最快的速度 跑向停車場 上了車 終於送了一口氣 至少現在擺脫了羽田愛的視野範圍 陳婉營紛紛玉碎地坐在後排 眼睛直不勒地看著前面的莫小魚 而坐在她身邊的白鹿開支的時候 發現沒有什麼不妥的 直到她拿起一瓶水遞給陳婉營的時候 才發現這條美女有點不妥 這個時候已經開出了市區 正按著手機上邊的導航快速地前進 白鹿用手搶撞了一下陳婉營就問 陳婉營慢慢地轉轉頭 望向白鹿 莫小魚開車 正是聽見白鹿尖叫了起來 停車